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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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因為我講一講就會掉下去 因為我會忘我 所以給我一個小的局限 我這樣子我就可以比較安心的 在講我的議題 Internet是一家科技公司賣軟體 我們在這二十幾年講實話 非常辛苦 你要去介紹Internet 這家公司賣的是什麼東西 在十幾年前 大家對於HR不甚了解 最近比較了解了 但是你還是很難去形容 所以科技公司它的缺點 軟體公司的缺點 大概很難去表現出來 所以品牌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但是講實話 它也給我帶來了很大的震撼 我大概用這幾個節目來介紹 關於Internet 其實這個標誌跟了Internet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可能各位也沒看過 但對我來說是很糾結的 因為用了二十幾年的東西 我在參加評選的時候 委員問我 它現在是什麼意義 二十幾年之後 為什麼Logo二十幾年了沒有改變 它到底有什麼意義 對我來說 它跟著我二十多年 我確實沒有辦法去忘記它 所以在這段時間 我也讓我們的顧問公司很辛苦 我想基本上等一下我會講到這個內容 我們公司其實在人力資源的軟體領域來說 我們應該算是還有一點名氣 從過去最早做的遠東紡織一路走下來 在應該是這幾年 我們在中大型的人力資源的落地的產品上面 我們大概都是屬於領先的 那為什麼圈了這個圈 今年得到的 今年因為做了品牌之後 我釋放了自己 所以我們今年得到的是 金樣獎 創新產品 創新營運第一名 第一名 我自己都嚇到 我們提出來的 今年提出來的這個計畫 是今年下半年提出來的 結果得到了第一名 我自己都很驚訝 我們釋放了自己的公司 這是我們公司 我當然要介紹一下 我們是做人力資源的 我們一直很要求 從底層一路打造上去 這是我們的堅持 我是一個古板的人 大家一看大概就知道了 我的顏色 我的襯衫 只有白色 藍色 西裝 藍色 黑色 這就是我的服飾 我們的產業 客戶群 各種行業大概都有 我們大概跨足了各種行業 以中大型企業為主 當然這兩年我們也進入了 中小型企業 我們也有雲端的系統 都是這兩年的新加上去的東西 我們的代表性客戶 基本上因為可能對於B2C來說 是比較少像我們這樣 B2B我們就會比較care我們的客戶 我們的客戶 目前大概是有兩三百家的 中大型企業為主 為什麼要執行品牌再找 其實 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是很清楚的 我們要到東南亞去發展 那時候我們就定義得很清楚 我們找了普羅顧問 我們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要的就是 在2025年的時候 我們要讓東南亞知道我們的品牌 要看到我們的品牌 所以很清楚的定義 那麼科技公司 大概很少會去做廣告的 各位如果在電視上或者在雜誌上 大概很少很少看到軟體公司做廣告 除了Microsoft之類的企業 那對我們來說 我們在台灣做出了一些知名度 但是要走到國外 走到東南亞 我們覺得我們有我們的困難 其實就像剛才 今天處長介紹給副市長說 我們有到東南亞 我們有做一些客戶 有做得很辛苦 一個一個做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正常的做法 所以我們在前兩年接觸了 在泰國成交了幾個大型的案子之後 我們發現這不是正常的做法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某一種東西 當然後來我們覺得那就是叫做品牌 所以我們希望最後的20%的那個路 我們能夠透過這個品牌來協助我們 能夠自盛 我們過去真的非常專注在技術 但是我們希望我們能夠透過包裝 讓大家能夠看到台灣 所以怎麼做 我想這個怎麼做不是我一個人在做的 我們是配合的顧問公司一起 那麼這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找回初衷 我為什麼要開這個公司 我在當時我創業的時候 我的目的是什麼 我的根本是什麼 我擁有什麼東西 我可以來做這個 所以我找到 我透過顧問公司 不同的模式 各種的共識營 我們得到一個 基本上我們要把我們找出來 我們當時在做的事 是為了什麼進行這個公司 所以八個字 前瞻卓越值得信託的公司 我們希望做的是這樣的公司 我們希望是以人為本 透過科技 傳遞 溫度 我們一直希望是這樣子在走我們的路 我們公司長久以來 八個字 專業生根 我們自己做的底層 我們來堆疊我們其他的技術 台灣真正有從底層就自己做的 大概沒有幾家公司 平易近人 這是我們一直在經營這樣子公司的時候 我們覺得很重要的兩件事 所以我們公司 名片或者什麼 底下都會放著專業生根 平易近人 我們希望對我的客戶是溫暖的陪伴 信守承諾 這是基本上我們找回我們的初衷 我們為什麼要創業 第二個 我們凝聚同仁的共識 經過了這麼多年 其實講實話 我們舊友的同仁大概只剩下20% 大概還有剩下20幾位 我們大概是一個100人的公司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夠了解 同時大家提供 對於公司 到底這個公司它是要做什麼 它要怎麼做 它要怎麼經營 所以這一段 我就真正很感謝顧問公司 我們大概做了不只10次吧 因為中間有一段時間 這個就是我後面會提的 經營者一定要參與 剛開始我是沒參加的 我沒參加兩次之後 同仁大部分就開始散漫了 很清楚就是這樣 大家都開始覺得老闆也沒來 好像沒什麼重要的 就變成例行的公司 後來顧問公司來找我談 覺得這樣不可以 這樣子的公司 這樣子的品牌的這種再造 是不會有成績的 我是很感動 因為它可以來找我談這件事情 我們談了之後 我後來我就參加了 參加之後同仁開始大家參加 那我本來就是一個很open的人 我們公司人都知道 在我面前講任何話是無所謂的 那我也看到 顧問公司花了非常多的力氣 那這件事情 所以我說前面它有好幾次是浪費掉的 但是我覺得 基本上因為透過這個樣子 它也更了解我們公司 所以共識很重要 我們公司跟著普羅 這個顧問公司我們一起 開了超過十次的共識會議 我們得到的一個期許 安心放心的好幫手 也許大家覺得科技公司 怎麼會用這樣子的東西 但實際上來說 在我們做系統我們看到 我們必須讓我們的客戶 能夠安心放心 他隨時找到你 這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們得到的結論 我能夠接受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公司同仁的想法 聽自己心裡面的聲音 聽完同仁的聲音 接下來就聽市場的聲音 很清楚 顧問公司幫協助我們 或者是它自己就到了客戶端 去跟客戶溝通 那實際上來說 他們得到了結論 我們公司是一個專業穩重友善 但是形象不夠鮮明 感覺上比較沒有那麼鮮明的形象 而且他幫我找到 我的客戶目標客戶是要什麼 過去我們都會以為價格會是關鍵 後來我發現我的目標客戶 真正care的是產品的 一個好的產品 客戶是要找這種東西 第二個 客戶是要好的服務 價格其實客戶不是那麼介意 當然也許是因為我們的目標客戶 都是以中大型企業為主 但是基本上我們也很清楚 看起來我們應該更努力在產品跟服務上面 我們有做一個叫做精英埃獎堂 今年叫做精英埃學院 不斷的幫大家上課 就是只要是我的客戶 或者我的潛在客戶 我們免費讓他去聽一些老師 好的新的最流行的一些人力資源的一些議題 每個月我們都會辦一次 所以他們告訴我們的顧問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們會持續做 我們今年把它升級成AI學院 我們不只做人資的知識 我們也增加一些 例如說數位轉型 或者一些特殊的技術的一些課程 我們持續的再上這個課程 經過了這些事情之後 經過了這麼多的過程 也差不多快要一年了 我們來看看 帶給我們公司的成果是什麼 第一個 識別表現上 左邊是我很糾結的我的logo 二十三四年的logo 右邊是經過我們的同仁 跟顧問公司討論 各位看到我剛剛說了 我的顏色只有藍 白 黑 但是有這麼多的顏色 因為我們解放了 經過這樣子的一些大家的溝通 我們覺得公司應該更活潑 所以我們這個是最後出來的形象 但是我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些意識上的 想法上的 這是我們的新的logo 這是我們的周邊 剛剛我還有給辦公室看到我們幾個 下個月的 明年的那些什麼筆記本 月曆 這些東西都已經不一樣了 跟過去都不一樣了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來講觀念上 很清楚 我們跟顧問公司要求 我們希望所有的東西簡單 但是呢 基本上 當時匯集的時候是很複雜的 經過篩選 篩選 篩選 我們把公司在觀念上 在核心價值部分 我們找了三個部分 第一個 我們認定公司是創造價值的 前瞻卓越 開創無限 第二個 我們希望公司內部是共融的 敘手承諾 和諧共好 其實共好這個是我們公司 長期以來我們有讀書會 用過好幾次的一個課本 我覺得這對企業內部創造和諧 是一本值得去推薦的書 我覺得不管是對於員工 對於顧客 我們都應該是給予家人般的陪伴 所以我們目前公司內部 一直在推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跟我們客戶 能夠有一個共好共融的生活 所以我們希望是這樣的軟體公司 我們希望我們是平易近人的 自信柔韌 值得信託 我想這些部分大概 是我們公司內部的一些東西 所以大概帶過去 但是基本上顧問公司幫我們做到的東西 是讓我們很簡潔 很清楚 一看就知道的 個性呢 我剛剛講 為什麼我的公司 Logo變得這麼活潑 它變成是一個平台 平台上那個球 我們原來預定就是可以 它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隨意的游走 意思就是說我從過去 存軟體公司 我希望我做的是一個平台 我希望那個的意思是一個平台 它是一個多元的 所以我們公司為什麼會得到那個獎 因為我們從過去純粹只做軟體的銷售 現在在推的是平台銷售 推的是平台合作 再改變 我們希望我們的系統在外面 它是可以像享受樂趣 大家在使用它的時候 感覺上是享受樂趣的 我們希望它的系統是最先進的 是有活力的 所以大概因為這些個性 我們接受了這個Logo的改變 原來我是真的 這是我最糾結的 我為了這個顧問跟我討論過太多次了 但是最後我接受了這個概念 在定位上 我想基本上 每一家公司應該都在把定位做為最重要的 那我們公司基本上也請顧問協助我們 把非常非常清楚我們到底是做什麼的 我們把它定位的清楚 那這些東西都出來了 公司的願景使命 靜音策略 靜音理念 就全部出來了 這個是大概我們花了一年的時間 討論的結果 當然 靜音理念 專業聖跟平易經濟人是我們公司 長期以來都在走的 但是我們其他的部分 我們有稍微適應實際的討論 我們做了調整 我們現在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模式 在推動公司所有的活動 所有的行為 當然 他就是為了要呼應 我們希望到2025年的時候 能夠進軍東南亞 這個是最後給我一個品牌故事 我對這個品牌故事還滿有感的 他說 企業需要穩固如山 靈活如水 輕巧若雲 前瞻如風的夥伴 我其實我常常問我的客戶 資訊化對大家到底帶來的是 助力還是主力 我常常看到很多企業 剛開始是助力 後來是主力 我在這 我已經做了軟體做了30幾年 快40年 我看太多 各位如果有印象 有一家叫K-Mart 一家叫做Womart 當時兩家公司 各買了一套系統 開始發展 當時在世界上 這兩家公司差不多大 經過了10年 Womart的系統 它的系統人員超過整一個建築 K-Mart委託外面 坐了半天 後來它整個就消失 還跟供應軟體的公司 我不講是哪一家公司 發生了法律糾紛 如果現在各位去回頭看 K-Mart跟Womart K-Mart前幾年早就破產了 Womart動不動就是全世界第一大企業 其實我很清楚 做軟體的它必須要有責任 它不是現在賣給你了 然後接下去就是你的事 我覺得像這樣子只是讓客戶困擾 尤其現在所有的東西都要跑Walkflow 跑流程 所有的事情要從頭到尾 所以我對這個故事 我是很有感的 行動上其實我剛剛聽到張營運長在講 他們公司 我就想 哇 好幾年了 做這個品牌已經這麼多年了 很多的計畫一路下來 那對我們來說 我們是等於是去年才做的 那今年原來是四月要辦一個大的活動 Announce這些東西 結果四月就又碰到疫情 所以我們原來都訂好了 那個好像是哪一家 好像是那個內湖的一個大的活動中心 結果現在一直在延遲 但是我們在行動上 我們已經開始在做了 如果各位有 你們企業內部有這種 所謂的人力發展圖的話 你們應該知道 這是一個很完整的人力發展 那對我們來說 我們今年在做的事情 就在做第一段人力盤點 我們做什麼呢 我們在看人力其倍度 我們做完了這個品牌之後 我們有一個很清楚的願景 目標 我們就去定義 我們需要多少人 多少什麼樣的人 什麼樣的技術的人 可以做到多少的業績 我想剛才好像 張園長也有講這一類的事情 我們就很清楚去定義 我們去做人力的盤點 我們去確定說我們明年後年 我們要增加的是什麼人 我們需要朝哪個方向去走 我們要找什麼人 我們要訓練什麼人 我們因為我們也是人力資源公司 所以我們很清楚 這些東西絕對是一個企業 它要成長很重要的 因為它是循環 它是循環 它要抑制的循環 對我們來說 我們目前當然第一年 我們做到人力其倍度的一個盤點 那我們接下去 我相信很快的 我們會往前 一個五年 兩個五年 三個五年的往下走 因為我們自己也很清楚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最後我來講一段 品牌再造成功的因素 這一些東西是因為這一年 就是在做品牌的這一年 我覺得給我的很深很深的心得 第一個 老闆的支持 我如果沒有支持 這個東西是動不了的 我當年我去審查的時候 我也跟審查委員說 如果你們沒有讓這個案子通過 我也會花錢去把這件事情做起來 所以當場顧問還跟頻道老師說 李總有答應最少一百萬自己出錢 這件事也是存在的 第二個 高階主管或者老闆 或高階主管的參與 像我們公司 其實基本上是我必須要參加的 因為我們是一百人的小公司 我覺得我自己一定要參加 但是有的公司可能人員比較多 老闆比較忙 可是有決策的老闆一定要參與 這種事情一定要參與在中間 你才會看到大家對公司的看法 我覺得那個共識營對我來說是感觸很深的 雖然我也辦了很多 我在辦這個做品牌之前 花了兩三年的時間 請了很多的顧問來幫我上課 也辦了很多共識的 但是沒有像做品牌這樣的完整 所以這一點我還是要謝謝工業局 謝謝這個品牌的這個辦公室 謝謝 那第三個是 各部門都要有同人參加 我們公司的部門其實也沒那麼多 但是我希望我就要求所有的部門都要有人參加 因為我前面幾次其實很多部門他們認為他們不是關鍵部門 就不參加了 但是實際上來說所有人都要參加 在推行的時候就不會有主力 不會在會議的時候狀況之外 我覺得這個是也都是很重要的 第四個 要讓同仁放心放鬆的參與討論 我剛剛講的 就是大家要能夠讓同仁盡量說 其實有老闆在或者高階主管在 反正聽了有的東西並不是一定要放在裡面的 如果沒有參加沒有這些高階主管在裡面 反而亂掉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那不要太執著於過去某些小小的成就 就是說我自己對Logo 很多人都告訴我們的Logo很棒 舊的Logo 以前因為我們做了很多的筆記本或什麼東西 包括我們的閱歷做了很多 他們就覺得很漂亮啊 為什麼要換Logo 你已經24年25年了 你換什麼Logo 我也覺得啊 我很糾結 但是後來真的釋放之後完全不一樣 我剛剛有給各位看到 今年的八月吧 七月八月 我們得到那個第一名 創新的第一名 我自己都很訝異 真的 就是一個觀念的改變 要有什麼都有可能的想法 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 就像剛剛我說的 我從來不接受太花的顏色 但是我後來我完全接受這些顏色 所以我們公司的袋子啊什麼 如果各位有看到 那整個都是跳脫我們過去的思維 那最後當然是要找到一家好的輔導顧問 我想基本上不見得我的那個顧問就適合你們 但是互相之間我覺得你們要認真的跟顧問溝通 談得下去的我覺得才合作 最後有一點我沒寫啊 我真的很謝謝工業局 我在我們公司再一路走來 我們好幾次工業局協助我們一些案子 只要工業局輔導的案子 你們願意真正的不是只是為了那一點錢 而是真正的想要學到東西 我覺得工業局真的做得最好的 我看了那麼多單位最好的 放心我在中小企業處 我不會說中小企業處最好 真的我是知道工業局做得最好 所以我沒放在上面 因為我覺得這個他們會說我拍馬屁 所以我就收起來了 那我想這一頁可能對大家最有用 那當然前面的一些過程 當然點點滴滴 這一年多做這個品牌 給我的感觸真的很深 我們的同仁很多 如果因為這樣更愛惜公司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的 尤其現在的年輕人 這是很難的 我想我今天大概就接到這了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謝謝李總經理非常精彩的分享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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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